他是铜锣湾现实中的抗霸子 他曾欠债上千万 古天乐帮他全部还清 他如今虽已退隐江湖 但江湖依旧他的传说 今天让我们走进 一个吴志雄 1953年12月25日 出生在中国香港 小时候的吴志雄家里很穷 一共八个兄弟姐妹 吴志雄在上完初中二年级之后 就辍学进入社会了 父母没空管教他 在一群狐朋狗友的拉扯下 吴志雄就加入了当时的社团 自己没什么背景 就是能打 毕竟在那个年代 想出来混 多少都得练点真功夫 之后的吴志雄名气越来越大 地位更是一路高升 甚至一度成为了铜锣湾的化石人 手底下最高几千小弟 我二十几三十岁的时候 都起码都有千两两千人 只要你五十年之后 就在来 五十四年之后 参入了尽小弟 唤祐阳 和黄低驰子 得好 不得好 少多都得好 我三十岁的 不得好 患 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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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